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大家好我是茜茜 今天我们要来衣服开箱 大家知道吗? 茜茜其实本身很喜欢起袍 所以今天我就要来看箱记袍 我们在网络上买了几件起袍的款式 希望平常不敢穿的或者是想要尝试的 都可以來看細細開箱一下喔 那麼話不多說 開始 好 那我現在換的是我第一套 這一套呢 是比較復古 然後格文風的感覺 那這一套呢 感覺就是可以再搭一個 可能珍珠耳環之類的 然後去剝皮聊快點的照片 坐在那個復古的那個主椅或木椅上面 這個就很那個很適合 但是這間有一個缺點就是 雖然它現在很合身 但是因為我的 我的胸臀比例比較 差距比較嫌疏一點 所以我這邊其實已經卡住了 我屁股已經卡住了 但是這樣子 我不看這個線的話 感覺還蠻好的 但是這個還有一個小缺點 就是我一直講缺點 這缺點就是它的 因為它是這樣子格子的嘛 所以你一旦有一點小部突出來 就會非常的明顯 所以穿這件呢 要非常的小心翼翼 然後再來就是它有做一個小型機開叉 然後我在這個開叉呢 好像隱隱約看到我的那個色 皮膚的色差 夏天曬很重 表示我平常沒有穿這麼高 平常穿在那裡 欸這個開叉很小心機欸 因為它就是剛好開在這邊 然後不會露到內褲 其實還算蠻安全的 然後我就是看起來 更容易嚇到了 好 那也是這樣 好啦其實還蠻 蠻 複補的 想要嘗試複補風的女孩呢 可以購入一下 但是 你可能可以稍微買 也可能在購買的時候 其實要稍微注意一下 因為我想說就是要買和聲 結果錯了 建議大家買大一點點的 然後你去改和聲一點這樣 OK 好那我們下一套喔 好那這是第二套 這一套大家這樣子看會覺得 全身歐露露沒什麼對不對 我跟你說它厲害的地方在這邊 轉一下有沒有 有沒有 真的是超心機的欸 這個岔開的頗高 所以大家就不用穿安全褲了 哈哈哈哈 而且這個是有三條欸 其實男生看到這個 就會有一點嚇張 然後重點是這件呢 跟上一件比起來 它是比較有彈性的 所以我穿起來是整個和聲 然後再來是它有一些就是這樣子 紅花來做點綴 我覺得是還蠻 其實沒有到這麼華麗 但是你會覺得它是蠻有質感的 而且它這邊是做這個 削尖嘛 這邊是削尖 所以會覺得這邊很瘦 而且是黑色的更顯瘦 所以呢 覺得自己對身材沒有自信的呢 我覺得很推這一款 而且你看這樣子包起來之後 就是整個曲線都出來了 真的是 粉 粉推啊 哈哈哈哈 就是因為我的頭髮是全黑的 所以我才就是特地把它綁起來 因為如果全黑的話這樣子 就看不出這個脖子的曲線 有人說那個 因為要看整個曲線的話 那其實到脖子這邊 這曲線都出來是很加分的 因為像有些起袍 不是會盤起來嗎 毛髮都盤起來 那我其實只是簡單把 其實這樣一馬尾 其實這樣正面看 側面看都 其實這樣還蠻OK的 蠻適合拍照的耶 現在就想拍照 哈哈哈哈哈哈 然後這個是我自己 因為我真的很喜歡穿起袍 所以我自己有買一些那個 頭飾這樣子 可以做一下點綴 這樣拍起來更有質 對啊 欸這件真的好耶 啊然後然後還有一點就是 其實它這邊是有 它這邊是開到這裡的 其實是會露勾的 但是如果你像我一樣 比較保守的話 比較不想露那麼多的話 你可以再穿一件小可愛 那當然你要穿黑色的啦 穿黑色 這樣就會覺得 喔還是一體的感覺 嗯這件 給過 哈哈哈哈 你好 對啊 喔天啊 欸這套很像格鬥遊戲的女生 會穿那衣服 哈哈哈哈 就是在出拳劈腿的時候 這個就是這樣飛起來 哈哈哈哈 欸好耶 這個好 這個好 喔然後這個 自己還私心搭這個 黑色的高跟鞋 這樣就很搭了有沒有 黑色高跟鞋 應該很多女生自己也會有吧 就是看到OL之味的 欸可以 好 可以買了可以買了 就我要了 哈哈哈哈 好那我們來換下一件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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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接下來這套是第三套 我覺得這套呢非常的OK欸 它雖然說是短旗袍 就是說會露比較多的腿 但其實它非常的保守 因為它這邊就是有做袖子 那這邊的鱗子 雖然有這個開口 但其實完全露不到勾 哈哈哈哈 我剛剛怕會露到勾 所以我裡面還是有穿一些小可愛 但其實完全沒有欸 但如果你想要露多一點勾的話 你就去拿給阿姨改一下 哈哈哈 改 但是是要改地喔 會往下面挖 這樣子往下面挖 好 然後再來就是它的 它的資料呢也是非常有盤性的 所以你也不用特別再去拿去改 不過如果是我的話 可能會再改一下 因為就不希望那個 皺褶的線太多 其實還是可以改一下 對啊 那它也沒有像其他的旗袍 它沒有太差 真的是完全的 其實蠻保守的 看起來好像很 很就是 活潑啊 亮麗青春 但是其實沒有到那麼 就是很性感 那它的性感的地方 就還是 曲線 跟這個 胸口 這胸口還是會讓人有點 想像 哈哈哈 然後再來就是我 這一次呢 我搭了一個跟上一套不一樣的髮飾 我是搭個比較 粉紅色的 其實粉紅還蠻百搭的 因為我自己比較喜歡 就是亮色系 純色系的 所以搭這個 髮飾的話都還蠻搭的 然後因為我是短頭髮的 像很多短頭髮的女生 可能會不知道要怎麼造型 可能你要盤起來也沒辦法盤 那其實這個時候 只要再點一個髮飾 就可以這樣稍微點綴一下 就還蠻搭的 來稍微給大家看一下 對啊 短旗袍的優勢就是 你要露個腿出來 這樣子 喔對 然後我的鞋子 就隨便搭一個 裸色的白色 其實都可以 哇 好又可以外拍了 哈哈哈哈 這件 沒有什麼好挑剔的耶 其實也不用顧忌說 會冷光還是怎麼樣 嗯 Good 哈哈哈哈 好那我們換下一套 好 那這是最後一套 還有一件的旗袍 這一件呢 很厲害 它幾乎是集合了前面所有的優點 來 首先我們從上面看下來 小姐有沒有小 大小特小 這邊又開始 直線又跑出來了 然後再來就是胸口 它的胸口 我如果沒有穿小可愛的話 是會露勾的 所以有料的朋友千萬不要錯過了 然後再來是 這件一樣也是有彈性的 所以不用特別去改 然後呢 繼續往下面看 開叉有沒有 但是它其實是小小開叉 不過這個叉我覺得 開得蠻差到好處的 就是 它不會讓你走光 像前面黑色那一件的話 它是真的開得蠻頗高 那個頗高 雖然也不用怕走光 但是就是 那個尺度要高一點 那這個的話 我覺得有小小的這樣子開叉 其實有點像那個 真理褲有沒有 真理褲旁邊也是會有點點開 那這樣子就會稍微顯示你的腿 腿兒 好再來最後了 最後它這件壓軸呢 有個特別不一樣的地方就是 背部 有沒有 剛剛前面就是背部 全部都是一塊布這樣下來 那這邊它後面是有做一些特別的設計 這樣子 有些 那個 袋子 這個袋子還蠻點綴的 就是如果完全沒有的話 你會覺得好像情趣的旗袍對不對 但是 這個袋子這樣下去是會覺得特別有設計感的 對 然後你看 我剛剛說這邊也很有彈性 所以它的曲線是非常的貼身又合身 然後我覺得這個 這個款式的花樣也蠻典雅的 很典雅 不會讓你覺得很low的一樣 那最後呢 是我自己個人呢 我又來 我又換了一個髮飾 而且我這次夾兩邊 夾兩邊其實是比較 是比較俏皮的感覺啦 但如果你 比方說你拍照的時候 你有時候要拍左邊 有時候要拍右邊 那你兩邊都有髮飾啦 所以我覺得這件很棒耶 這件真的是壓軸 而且不會讓你覺得有情色的感覺 那一樣你也可以把頭髮盤起來 或是這樣綁起來 然後後面這個線就會更明顯 對 我覺得好看 很好 那個 大家可以 以後如果想要看西西 拍什麼特別旗袍 就 送我 好耶 這件好這件好 來來 好 所以這件應該是我世界裡面應該是最喜歡的 好的 那我們今天的旗袍開箱就到這邊 你們最喜歡哪一套呢 可以在下面留言給西西知道喔 那最後呢 不要忘記幫我們按讚訂閱加分享 最後還要開啟小鈴鐺 最新的影片才不會錯過喔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